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缘无 就是因缘有而有的 缘有 就是一缘而有的 一缘有 有这个因缘而有的是生死苦的集体 一因缘没有而无的 这个是生死苦的洗面 就是苦集以及苦灭 重点就是苦集跟苦灭 灭苦之道 加起来就变成四地 实现了苦聚 苦聚是什么 苦聚就是这个生 那么存大苦运 苦聚 那么的止息 所有苦的止息 实现了涅槃极境 涅槃其实就是 涅槃最主要的意义就是苦的洗面 那么佛法的涅槃 有世间的涅槃 有外道的涅槃 有佛法的涅槃 那佛法的涅槃指的是一切苦的究竟洗面 世间的涅槃只是苦的洗面 我肚子饿了 我现在去吃饭 吃完饭肚子不饿了 饿是一种苦 饿是一种苦 那么我现在吃饭 把这个苦 把这个饿的苦解决掉 洗面 那个就是涅槃 那个是世间的涅槃 我很口渴 我现在去拿一杯水来喝 把口渴这个苦解决掉 那个就是涅槃 世间的涅槃就是苦的洗面 外道的涅槃 比如说生到飞翔会飞翔天 不动了 八万大姐都不动 他认为就是涅槃 但是不就近 从八万大姐下来还一样要苦 所以他是苦 苦比较长时间的洗面 但是他不根本 他没有就近洗面 世间的涅槃这个苦没有了 还有另外一个苦 饭是吃饱了 可是怎么样 吃太多 饿的这个苦没有了 吃太饱撑着也是苦 撑着的苦又现前了 那这个饿的苦没有了 口渴的苦又现前了 早上的饿解决了 中午的饿又现前了 中午的饿解决了 晚上的饿又现前了 所以时时在离苦 时时在涅槃 时时在受苦 这个是世间的 那么外道的有一大段期间他是不受苦 生到天上两千年三千年 无色界天几万大节不受苦 当然是从无色界下来依然要受苦不就近 所以佛法的涅槃是一切苦不是一苦 一切苦就近熄灭 其实是这样的 那有很多很多名词 很多形容词来形容这个涅槃 那他这里讲 所以涅槃即进 生死与涅槃 都是依缘起而如此的 那么就是缘起 因缘和合而生起 所以有生死 那个因缘没有了 那个生死就没有 所以佛对子也就 以缘起生灭的如实之而得解脱 那这个是释迦牟尼佛 有一天跟弟子说的 说你们就是诸位比丘 我当时是怎么得解脱的 在阿含经里面就讲到 释迦牟尼佛有一天 对着这些比丘弟子说 我是怎么得解脱的呢 就是有一天 因为以前释迦牟尼佛 修六年的苦行都没有得解脱 他就在菩提树下 在家野这个地方 那么在毕波罗树下 那么思维 那么苦到底是怎么来的 想想想 苦是从生死来的 有生死就有苦 那生又是怎么来 生死又怎么来的呢 生死是由液来的 那业又是怎么来的呢 是怎么造作的呢 从根成是合合造作来的 那为什么会造作这个业呢 从贪爱来 那贪爱又怎么来的呢 在面对境界的时候 不如理思维来 带着我见 所以推到最前面就是 我见嘛 有我见就有我所见 有我见我所见就有我爱我所爱 就有自体爱 境界爱 那么就会因为 自体爱 境界爱 我见我所见而造作业 那么这些业 不断地造作 不断地造作就会成熟 成熟了就会受报 那么到人间来 就会受到五蕴生 五蕴生又因为六处 而开始造业 就是这样 他知道了之后 那就开始想 他已经确认了生命 就是我们说追根救底 受根探源 那了解到 到底生命是怎么形成的 我们现在这样的生命 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因为你必须要了解 所有的苦都从这个生命来 生命中有苦 所以先了解 因为你即使再过得怎么幸福 依然有老病死 就算你没有优悲脑 你没有愿正会 没有爱别 你没有求不得 好 你也有老病死 那不可能没有 所以只要有生命 这个苦就不能免 所以一定要去探求 那生命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那么了解了之后 那么把那个苦因去除掉 苦才能去除 所以释迦摩尼佛有一天就跟弟子讲 那么说的就是缘起 那么他讲他怎么样去思考 就是怎么去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他是这样子的 因为他以前也经历过 跟着大家修 在六四外道里面 不是六四外道 在苦行外道里面修了六年 又跟塔伯罗摩罗子阿罗罗迦兰修禅定 他也曾经证得最高的禅定 无所有促定 非想非非想促定 甚至 他那个叫他禅定的塔伯罗摩罗子阿罗罗迦兰 告诉他你已经得解脱了 你已经证涅槃了 但是他发现这个其实不是涅槃 所以他才又离开的 如果他那个时候相信了 如果他那个时候相信了 现在我们就没有佛法了 因为他死了 他以为他涅槃其实没有 其实没有涅槃 就好像塔伯罗摩罗子阿罗罗迦兰 在释迦佛成道的 之前的半个月跟七天就往生了 他生到无色借天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去跟他说法 他如果生在欲借天还可以 他生到无色借天 那个在钉里面那个没有办法出来 要等到果报禁才会下来 所以他没有办法到无所有触天 非想非非想触天去跟教他的 因为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要去度 塔伯罗摩罗子跟阿罗加拉 他第一个想到的就要去度这两个人 结果这两个人好巧不巧 结果在释迦摩罗尼佛成佛的前半个月 前七天就往生了 生到非想非非想天去 那个没有办法度 要等他下来 所以一届天 他妈妈在他出生的时候 出生的时候 没有多久就往生了 生到道立天 生到多算天 不是生到道立天 那有的时候生到多算天 那一般是说生到道立天 那做道立天 那他要度他两个老师 两个教他禅修的 那么叫他入涅槃的 那其实那是外道涅槃 那不是佛法的涅槃 那发现他没有办法度他们 所以他就想去度吴比丘 吴比丘还在 就吴比丘还在路远院 他那个时候已经离开苦行点 去路远院 这个之前我们有说过 然后后来到第七年 才去度他母亲 到道立天去度他母亲 度了进化网之后 那么就度他母亲 那这里说到 那么说生死与涅槃 都是以缘起而如此的 佛地子也就以缘起 生灭的如实之 要如死哦 如其事实而知哦 那而得解脱 如实之缘起 而能得解脱的 是正见为先的圣道的实践 那圣道与缘起的 如实之中和的说 就是四地 苦 吉 灭 道 那佛法原来就是重缘起的 身心的缘起 生命的缘起 心跟静的缘起 基本上是这样 苦 吉 灭 道 在佛法的开展中 四地说日渐重要起来 特别是布派 布派很重四地 那四地的苦与吉 是世间因果 灭与道 是出世间因果 这样的分类叙述 对一般的开示教导 也许要容易凝结些吧 但四出世间的一贯性 却容易被默示 那所以到布派阿比达姆的时候特别重四地 像这个世青不是编了一本 这个布派的一个佛法纲要吗 叫做据舍论吗 据舍论就是有弱的原因果到无弱的原因果 那么有弱果写一下好了 让大家知道 据舍论它的纲要 它的纲要 除了情面 那么戒品 那么讲这个身心的之外 最主要的它是从有弱到无弱 佛法基本上是从有弱到无弱 特别是布派它很重烦恼调 有弱到无弱 据舍论是这样的 有弱到无弱 那么有弱果是我们的现况 果 这个是现实的 我们现实的身心性命 现实的身心性命 就是有情 有情众生 所以果是什么 果就是六道 三界六道 果就是三界六道 三界六道 那我们在人道里面 我们是三界六道中的人 基本上是这样 就是你要先了解你的现实 你是什么 你是人 人在哪里 人在欲界里面 欲界在哪里 欲界在三界里面 欲界色界无色界 人道 欲界的人道 三界里面的欲界 六道里面的人道 六道里面的人道 基本上是这样 那么其他的道各有其他的焉焉 他在讲 有哪三界有哪六道 那各依什么业而成就 天人讲这个果 然后这个果怎么来的 有因有缘 世间集 这个就是世间 众生世间 众生世间 这佛法元旗讲的 世间有三种世间 有情世间 这叫做有情世间 就众生了 有情世间 那有情世间的人 是五蕴 叫做五蕴世间 有情世间所依的国土 叫做国土世间 这个是正报 这个是正报 这个是依报 所以基本上 这个讲有因有缘 世间集 那么成就 这个是果 那么果是来自于因跟缘 那因是什么 你是为什么可以做人 或是升天 人或是天 或是鬼 那么是因为什么 一夜 这个就是生命 那生命是怎么来的 一夜而有的 一夜而有 一夜而有轮回吗 这是一夜而有 看你什么夜 你是升天 做人 升天生哪一天 做人 做什么样的人 做鬼 做什么鬼 有才鬼 少才鬼 无才鬼 如果是下地义 下什么地义 八寒 这八乐 或是禁边地义 或是孤独地义 这很多种 那都是一夜 都是一夜 一夜而有 所以果是来自于因 但是夜又是 夜又是什么而有 夜一什么而有 夜一烦恼而有 所以这里就变成世间品 所以以据舍论来讲 它就变成这样 果就是世间品 这个是世间 所以据舍论它是这样 有肉 从有肉到无肉 有肉的原因果 到无肉的原因果 有肉的原因果 到无肉的原因果 是这样的 那你怎么样 从有肉到无肉 就这样 那它就依四地 苦 苦 吉 然后灭到 在这边 然后你看 这个夜 这个就是世间品 据舍论的世间品 所以它是当时的 佛法概要 当时的佛法概要 那因为阿比坛 写得太复杂了 写得太多了 然后它把它 把它收售成一个纲药 这个叫世间品 据舍论的世间品 那这个夜 就是夜品 这个就是烦恼 烦恼一般它叫做随勉 叫做随勉品 通常是这样 通常布派里面 把现前的烦恼 叫做残 把现前的烦恼 叫做残 把还没现前的 比较隐藏的 就是还没现前的 没有近 没有现前的 它叫做随勉 但是这里是包含 所有的烦恼 那么你因为有烦恼 所以造业 造业受果报 通常就是这样 这个叫做有肉的 从有肉的圆银狗到无肉的圆银狗 那你要超凡 这个是凡夫 这个是圣者 就是从凡入圣 从有肉到无肉 那么也可以讲 这个是有为的 有为的就有生命 有为的到什么 到无为 有为到无为 那么根本 根本也可以这么讲 从有我到无我 因为你要证得无肉 一切贤圣皆与无为法 而有差别 无为法里面 你要证得无为法 一定是不生命的 到无我 其实佛法是这样的 好 那这个果 就是贤圣品 这个是贤圣品 就是超凡入圣 超凡入圣 那这个是凡夫 这个是世间品 有因有缘世间集 有因有缘世间集 有因有缘世间灭 世间灭就是什么 不在三界六道轮回 这个是贤圣品 决定不在轮回 或是他已经决定向解脱了 或者还没解脱 但是已经决定解脱了 这个也是叫做贤圣 出国二国三国就是这样 就讲有哪些贤圣 各自断了什么烦恼 各自断了什么烦恼 而能够振得贤圣 那你依什么可以入圣流 依智慧 所以这个叫智品 你一定要有智慧 你才能断盘了 要有法柱智 你才能得捏盘智 要有法柱智 通常叫做法柱智 法柱智 后面会讲 它就是知元起的智慧 知元起就知无我 知无我 就决定入圣流 基本上是这样 那就告诉你有哪些智 有哪些智慧 那智慧要有什么样可以的 就要有定 要一定发挥 那我们说 最差最差 也要有所谓的 刹那定 或是味道地定 最差要有味道地定 或是刹那定 叫做御界定 那比较好的就是四禅八定 那四禅八定里面有七一定 我们讲这个 这个未来再讲 讲这种种不同的定 那要怎么修这个定 那要怎么修这个会 那会不外乎是文师修正 文师修 那正 那正的话 这个是文师修 文师修是有漏会 文师修是有漏会 有漏会 那么正是无漏会 这个是文所成 师所成 修所成 这个是正所成 正是无漏会 从有漏会到无漏会 定就很重要 定 定就是让你从有漏到无漏的一个关键 那么定最差最差要有味道地定 就久住心里面的等词 或是心里就是专注于去 那么你至少要味道地定 那么到什么 到七一定 七一定就是四禅八定里面没有飞翔非飞翔 飞翔非飞翔太深不容易 所以反而成为障碍 所以去掉飞翔非飞翔 四禅八定 八种定里面 去掉飞翔非飞翔 就是七一定 那这个是定 这个是社界物 社无社界的 这个是御界的 所以它不能称为定 所以说味道地 味道地 那这个是御界定 那大概就是我们说的九住心 从九住心 然后后面就九次地定 就直立定里面后面有一个灭定 那个是圣者才有的 那个是圣者才有 那个已经证着圣者 而且还必须是三果四果才有 灭翔翔定 那前面的四禅八定里面除掉 除掉飞翔非飞翔 那么就可以依之 依这个定来发挥 那么从有肉到无肉 那么不是你有定就可以发挥 没有 你之前就要有文师修 你之前没有文师修 你就是修了四禅八定 你也不能引发无肉肺 除非你过去有素食肺 那不然你也不能引发 不是有定球肺引发 没有 你要之前 就是说 那比如说 你有那个菌 那你要发酵这个面粉 你要发酵这个面粉 你用这个菌去发酵这个面粉 那么要做馒头 做包子 做馒头 做面包 你有那个菌要发酵 那个菌是让它发不发酵 但是你有那个菌 你没有面粉那也没有用啊 那你也做不成 做不成馒头啊 做不成面包 你单单有菌 如果假设这个菌 假设这个菌是定的话 那么它定可以引发无肉肺 那菌 这个菌可以让那个馒头发酵 那么如果你单单有菌 那你没有满口你要发酵什么 那个定发不了 那个定就变成外道定了 所以你必得之前要有文师修 你之前没有素饰会 两种 你现世有文师修 现世 或者你素饰 你过去 你素饰 所以般若讲素习三多 多见佛 多文法 多供养佛 多种善根 讲的也是这个 你现世 假设你过去世没有 你过去世没有文师修 你这一世必得要有文师修 那文师修 吻的就是缘起 诗的就是缘起的义 就法说义说嘛 你现世这个文师修 不离开知缘起 见缘起 因为法的核心就是缘起啊 法就指着缘起 那你要先吻 知道世间是缘起的 那你要了解缘起的真实道理 法说义说 那么 那么如理思维 然后要去 关 不但去关 要去修这个定 然后引发这个会 去了解 去了解我到底是什么 什么是无我 从这个地方 你才可以得解脱 如果你也不知道缘起 你也不知道无我 那么你只是修定 那个就是外道定而已 或者你看认为 那个要明真心见智信 要见到你的佛信 要见到你的阿拉耶 要见到你的如来藏 那个也不是 那个不是哦 那个你顶多就是外道定 你生到哪一天去而已 你不能解脱 所以你的文师修会要先有 假设你术士有 你术士有 那么你这一生 只要有定 那么稍微引发 就可以引发你过去的术士会 那么你还是可以得解脱 假设没有 那么你这一生 现世 你必得要文师修 那么 那么 那文师修你累积了 你有正确的理解缘起 就缘起嘛 那么你了解了之后 那么你有定的时候 那么甚至只是刹那定 就是外道地定 或者是刹那定 刹那定就时间没有那么长 那定的时间都是看 那最七一定里面 比较容易引发无漏汇的是四禅 是四禅 那么他是定会均等 所以他比较容易 那么 所以这个子跟官嘛 禅定只是子而已 他最重要还是官 但是官如果没有子 就是没有定的话 没有戒跟定的话 其实他是不容易成就的 他没办法引发 所以你就一直打坐 你根本就不知道 远起无我的道理 你一直打坐一直打坐 会有境界而已 这些境界会让你更执着 神通会让你更执着 那么会让你看见自己的亲近心 那还是有我 那你以为就解脱了 就像那个 塔伯的摩托子跟阿罗的家长 外道涅槃 那其实不是 所以从有落到无落 自跟定 他就讲定有哪些定 自有哪些自 那圣者有哪些 那凡夫有哪些 凡夫是怎么来的 圣者是怎么来的 定跟会来的 那么基本上是讲这个 那这部派里面 他比较重 重这个 四地的 有因有人事间记得 苦 疾 这个就是苦 这个是面 这个是道 这个是道 那么戒定 定一定要有戒 没有障碍 所以就变成戒定会 那么详细的说 就变成八正道 基本上是这样 那这个是 这个是从这样来讲 苦 疾 灭 刀 这个是从四地来说的 那部派里面就比较这样 比较容易理解 那缘起 但是你要了解到 其实缘起就是四地 好 那再往底下看 所以他说 他说到 他说 也许要容易 理解 就理解 但是四出 世间的一贯性 容易被漠视 那么就是 此有故彼有 此无故彼无 从现实身心去观察 知道一切起灭 都是一以因缘 就无名原形 行原事 乃至于烦恼是什么生起的 根层是何而生处 处聚身受想失 那么这个是情感上的受 那么认知上的想 以及决定上意志上的失 那么这一些就是 五月里面的受想型 那么你跟无名相应 那么你就会对这个受 苦受热受 产生烦恼 一烦恼再推动 一烦恼再动发生活去造业 这个就是意 因为你认知不同 那么你就会推动生活去造业 结果变成业 那不断不断的造之后 业成熟就受报 就是这样 那么从缘起里面是很清楚的 所以他说从现实身心去观察 知道一切起灭都是一与因缘的 所以佛法都是从现实身心 那么缘起不离开运触界 现实身心就是运触界 你看 这里是最重要的 其他都是讲 佛法在历史上的发展 这里后面大圣三世这些 那么这里是佛法里面的核心 中道正法 你看身心 现实身心 所以佛法基本上是现实身心的分析 现实身心的 那么所以我常常讲 是身心 现实身心跟现实 是现存的 身心跟生命的 生命的分析 身心的分析跟生命的婆心 就现实身心性命的分析 那么缘起它基本上是这样 它是在讲我们的身心性命 那身心性命里面分三大类 运触界 我们叫做运触界 就是你去分析我们这个身心 现实身心的分析 因为这个就是我 这个就是我 或是把这个叫做我 一样 身心就是跟性命 好 那么运触界 这五运六处六夕 那比较重在这两个 五运跟六处 所有才会讲什么叫说法 要说五运六处 这个叫做说法 五运无我 六处无我 那么五运 这个是偏重在心里的 心里的分析 偏重 偏重在心里的分析 就分析嘛 身心的分析嘛 那因为什么 因为色是身啊 色是身啊 心呢 受想形式啊 应该是这样 色受想形式 这个是心 就身心的分析嘛 所以心偏重比较多嘛 心里的嘛 处 这是六处吗 严有评则生意吗 这个都是身嘛 这个是身嘛 这个是心嘛 那为什么要 因为这些是感官 我们认知 我们认知 认知这个世界 是由这个 严得彼则生 那么为入口 然后由意去统筹了解的 那么这里 这前面只有自信分别而已 那这里 才能真正的了别 那这个严得彼则生 这个是什么 生理的 这个是生 这个是心 那偏重在什么 生理的分析 生理的 所以它是身心的分析 那六界 地水火风空性 地水火风空尸 这个外道 比基本上元素论 这个是物质的 那么可以归结到身体里面 中国就不讲 中国就不讲六界 或讲四大 中国就要讲五行 金木水火土 然后它就当地水火风空 那么这个是身 是 这个是心 所以它是偏重什么 偏重物理 偏重在物理 物理的分析 偏重在物理的分析 那其实元启 就是在讲这个身心信命 那么这个 离了这个身心到底有没有一个命 所以就有命与生意 命与身心是意 还是意 就是五运 五运是我 还是离 就是五运即是我 还是离了五运有一个我 就讲这个嘛 即运我离运我 还是我在五运中 还是五运在我中 就讲这个身心信命 佛法里面就在探讨这个 那探讨的结果是什么 是没有的 不是没有 也不是有 就离两边 离常见跟断见 一就是什么 断见 五运就是我 身心信命是一样的 所以当这个身心毁坏不再存在 信命也不存在 那这个是断见 唯物论 意就是离了这个身心现象 有另外一个生命 信命现象 那个叫做命根 那个叫做命 所以命与生意 命与生 生就是这个身心 命与生意 命与生意 那个是断见 命与生意就是 离了这个身心心 离了这个身心现象 有一个生命现象 有一个生命现象 那么这个就是命与生意 那个就是常见 那佛法是离这两边的 讲这个 那么你必得要这样 了解你才能得解脱 因为你不能解脱 就是你认为 这一些常见断见 不管是意是意 常见断见都叫做我见 那不是无我吗 不是他还是我 他是离运我 急运我 急运我跟离运我 他说还是我 急运我 离运我 都是我 都是我 所以他都是我见 那佛法无我 就是没有这个 其实是这样 那这个是解脱的关键 好 那这里说到 他说 从现实身心去观察 知道一切起灭 都是因缘的 所以叫做有因有缘事间起 那你这样理解的 你再来想有因有缘事间起 你这句话 你可能会比较清楚 那么一经说 世尊是现观 那么现观其实就是以无若会 那么清楚的去觉知这个世间 觉知这个世圣地 觉知这个缘起 那现观又叫做正观 那么 他说 世尊依缘起说法 因为世尊是见缘起 所以他就依 他就在说缘起 所以佛法的核心是缘起 你如果学习佛法 你不知缘起 那么你就等于不知佛法 所以才会讲见缘起及见法 那么你不知缘起法 你就是不知佛法 不知佛法 你就是不知佛 不知道佛为什么叫做觉者 不知道佛为什么成佛 那佛是 佛是我们称呼一个觉悟的人 佛的意思是觉者 他是佛陀的简称 那觉悟什么呢 觉悟真理 真理是什么呢 真理是缘起 所以我们说佛陀 佛其实就是觉悟 觉知缘起的人 其实是这样 所以你是佛弟子 佛弟子就是要 也是要学习佛 得到觉悟的人 那你不知缘起 你就不知法 不知法 你就不知佛 所以见缘起即见法 见法即见佛 讲的就是这个 所以我们要知道 作为佛弟子 了解缘起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法句经里面才会有 若人受百岁 不见生灭法 就是见缘起法 若人受百岁 不见缘起法 不如生一日 而得见闻之 你出家一百年 你学佛一百年 你都不知道缘起 你倒不如 你倒不如 你只学一天 你知道缘起 认知缘起 那还殊胜 所以意思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现在 要好好开始 去研究 那什么是缘起 身心的缘起 身跟心互为缘起 身心跟性面互为缘起 心跟境互为缘起 志跟他互为缘起 那么这些都是各种条件 各种关系 各种因素 积聚的 那其中没有一个主导者 但是他不是断面 不是死了什么都没有 有因有缘就世间几 所以不会生起断见 有因有缘就世间面 所以不会生起残见 所以他既不是一个 有生命的个体 也不是一个 没有生命的现象 不是 但你又不能 就是这种 他必须要在定中 或是你必须用 无落会去了解 无我的定义 当然不好懂 所以解脱才没那么多 但是你要有那个因缘 其实解脱也是有因有缘的 所以你看那个提伯达多 虽然听了那么多法 他不能得解脱 那叙巴陀罗 提伯达多在佛陀 到他堕地狱之前 他至少出家 因为提伯达多的年纪 有些时候比佛还小 那如果佛35岁成佛 那么他比佛小2岁吧 小3岁吧 很多小5岁吧 那应该是小 没有1岁2岁 他比佛还小的话 那么他好了 就给他小2岁好了 33岁啦 佛陀成佛的时候他是33岁 那佛陀是6年后回乡神清 提伯达多跟阿纳 阿纳利他们出家的 所以是6年后出家 6年后出家 佛陀35岁成佛 6年后出家 6年后提伯达多出家 41岁 那么他小2岁好了 给他小1岁好了 那么40岁 提伯达多出家的时候是40岁 提伯达多出家的时候是40岁 因为佛陀成佛35岁 6年后回乡神清他们出家 所以他出家的时候是40岁 算中年出家了 佛陀是29岁出家的 然后35岁成佛的 提伯达多出家的时候已经 因为他可能不到小几岁 我们不知道 我们就给他小1岁 因为我们有不确定他小几岁 那他40岁出家好了 40岁出家到佛陀涅盘80岁 那么提伯达多多地医 但是在佛72岁 75岁这中间 72岁 那给他72岁好了 提伯达多破荷而生 然后要杀佛害佛 然后这个流离网屠杀释迦族 这些都在佛72岁以后发生 给他算75岁好了 那比较好算 那么75岁提伯达多多地医 假设提伯达多多地医75岁 破荷而生后来多地医75岁 因为他发生在流离网灭释迦族之后 他发生在流离网灭释迦族之后 所以这个也在舍利伯 募建远路涅盘之前 那么这个给他75岁好了 那40岁到75岁 他已经出家35年 他听过的佛法非常多 他出家的五年内 就是佛陀12年没有自见 那第七年 第六年 李伯达才出家 所以他大概出家的这一段期间 非常用功 而且把佛说的法 像五蕴 六处 元旗 四地 他都能说 他也都知道 我们说的就是他能够倒背如流 能够受持 而且他一开始也持见 而且他后来又用功修禅定 也得禅定 还能够到刀利天去 刀利天那边取天人的供养 能够到北聚如洲 取那些北聚如洲的水果回来吃 所以他也有神通 你看 但是他对元旗的观念并不如实值 因为元旗就是有因果 后来他自己要做佛 表示他对佛的概念也不清楚 他自己想做佛 他跟释迦牟尼佛说 你退休了 我来做佛 佛又不是传承的 这个我们上次有说过 我交给你 不是这样子的 但是可见他不了解什么是佛 因为他也不了解元旗 所以他虽然也懂佛法 五蕴六处他也知道 元旗法他也知道 但他不是真知道 他不是真知道 就好像我们很多人 虽然也会背法华经 就像六祖谈经里面 那个法达不是送了三千部法华经吗 六祖谈经的一个法达 送了三千部法华经 这个六祖一部都没送过 他出家 他出家只是听到金刚经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人家背的 他还没听一部 他还没听完整 他听完整是去五祖红人那边 五祖跟他讲金刚经 那个时候他才听完整 后来他就解脱了 他也没读过 在那里他就是做工而已 推磨吗 然后他也没有读经 没有很多经的 他没有的 但是他解脱了之后 他都能讲 那个法达读了三千部法华经 他就把诵经当修行 那么其实这种观念 我们现在很多人还是这样 把诵经 把念佛 把词咒就当修行 不是的 你要懂道理 法说意说 你要知道佛说法的 修行的次第跟方法 修行的原理跟宗旨 修行的殊胜跟功德 你要了解 怎么修 你才能如说修行 那不然你要怎么修 那你认为诵经就是修行 念佛就是修行 不是 你根本 你诵经中 你知道什么是原起吗 你像提伯达读那么厉害 如果你没有数字位 虚拔陀罗没有 虚拔陀罗是老外道 120岁 佛陀要入虐盘之前 他才去 那个时候他已经120岁 没听过佛 大概听过而已 但是他都老修行 在山洞里面修行 他还是出家的 但是他是外道出家的 他也没听过原起法 都没有 可是佛要入虐盘之前 中夜 入虐盘之前的几分钟而已 他去 佛陀稍微跟他讲了一下 他就证到阿罗汉 提伯达多 你看 他40岁出家 75岁的时候 多地狱 假设这样讲 这中间有35年 他听过多少佛法 他也多地狱 你看差别在哪里 差别在提伯达多不如李斯文 那个 那个须拔陀罗 他只听一次而已 他没有很多时间 佛要入虐盘啊 还好 还好佛让他去 佛不让他去 他根本就没得解脱 他只听佛讲一次 佛跟他讲了几次 他就什么 他就证阿罗汉 舍利佛也是没有见到佛之前 单单听马圣比丘跟他讲 诸法应援生 诸法应援生 他就证出国 穆建连只听舍利佛转述 他也证出国 他的师父 穆建连跟舍利佛 也回去跟他的师父讲 他的师父不信 也不去 我相信舍利佛跟穆建连 也有跟他的师父讲缘起 诸法应援生 诸法应援生 可是他听了跟没听一样 他也不愿意去医子佛 不愿意 你看差别都在这里 这里是什么 素式 要有素式的善根 所以波罗经才会讲素息三多 那我们现在能不能解脱 不管 但是我们现在一定要中解脱因 解脱因就是支援起 解脱因就是支援起 你不支援起 是不可能得解脱的 不可能入圣友的 不管你是小圣大圣 你如果不解脱 你只要升天 好那你可以不用支援起 你只要五戒十善就好 你只要五戒十善就好 那么你就可以升天 那还是升玉戒天而已 你如果要升色无色戒天 那必须还要有禅定 还要犯恨 就是要离遇 你可以升色无色戒天 但是你要解脱的话 那你一定要支援起 不支援起不可能解脱 不可能解脱 那你说那我往生极乐世界 我去那边再知道好不好 那么如果你确定你可以去 那么去到那边 当然那个就是 二六十宗念佛念法念生 都是在讲无神法 都是在讲元祺法 都在讲五根五立 七绝之八正道 那当然是有元祺 问题是你确定你能去吗 你倒不如实在一点 这一生里面你就把元祺 你就把元祺 文师修 文师修 那么你先具足了 不管你有去没去 你都有解脱因 不管你有去没去 你都有解脱因 就算你去了 你也比较早花开见佛 你也比较早 那不然你很可能变成怎么样 无量寿经讲的 生到边地已成 十二大节里面 不是十二大节 五百岁里面 五百岁里面 不见佛 不闻法 不见贤圣圣 为什么 因为你不知缘起 不了佛制 不失一致吗 无量寿经讲的 你回去看那个边地已成 不了佛制 不失一致 大胜广治 所以你虽然 你虽然 你虽然 有发补迪心 还有发补迪心 那么修诸功德 你还要修诸功德 一向专念回向花院 你虽然发补迪心 一向专念 发补迪心修诸功德 一向专念回向花院 你还是不能到极乐世界去 为什么 因为你对四弟有疑 所以才生到疑尘 对缘起不知 对四弟有疑 所以他告诉你 不了佛制 不失一致 大胜广治 佛的智慧里面 什么叫做佛制 佛制就是觉知缘起的智慧 觉悟的根本 佛怎么觉悟的 知缘起 佛在菩提树下 见的就是缘起 这个是佛亲口说的 他怎么样 吉得阿尿多龙三百三不提 他为什么被称为佛 觉悟者 因为他见了缘起 所以这个是真正的佛制 称为佛的智慧 就是见缘起 那你不了佛制 不失一致气 就是你不明白缘起 不学习缘起 那么你是没有解脱因的 你如果念佛要往生 会生到边地一层 这个是无量寿经说的 你好好去看 这个净土经典 我是 我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 阿弥陀经 弥陀要解 这个我都有研究 我们有时候不知道 我们最麻烦的就是 人云亦云 道听途说 那不了解真正的佛法是什么 人家就告诉你 吃这个就可以怎么样 吃那个就可以怎么样 结果你吃了也没怎么样 就麻烦在这里 还傻傻的 一直吃 用你的一生 去换无尽的后悔 不可以这样 我们要实在一点 不管我这一生有没有解脱 至少我这一生种下解脱因 我一定像解脱 因为缘起 缘起就是你能不能解脱的关键 缘起一定要通到无我 缘起不通到无我 你的缘起不是缘起啊 缘起一定是通中道 缘起一定通四地 缘起无我 缘起中道 缘起四地 一定是这样 所以你这一生 你一定要好好地了解 这个缘起因果的道理 所以你真能够理解了 不管你去到哪里都好 那般若经讲 只要你深入缘起 这个叫做行生般若 行生般若 缘起甚生 般若甚生 无我甚生 其实般若就是在知缘起的 般若就是 般若般若密 就是道彼岸的智慧 就是解脱的智慧 解脱的智慧就在于 见不见缘起 知不知缘起 所以叫做见法 知法 入法 得法嘛 你误入缘起嘛 基本上是这样子的 我们很多人 虽然学习佛法 不知缘起 不管它什么 缘起不缘起 反正我念佛 我就能得往生 往生我就能成佛 要实际一点 不要老是匆忙 妄想跟幻想 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好好的理解缘起 那么所以来这里来讲到 他说 这个 佛法是 世尊是现观缘起而成佛的 所以你知道佛为什么成佛 佛制是什么 所以你看那个无量寿经 不了佛制 佛就是现观缘起成佛的 那你根本就不知道缘起 你怎么可以明了佛的智慧是什么 所以他讲 不了佛制 不失于智 大圣广智 还有一个什么五等等智的样子 那么所以你不知道 你会生到边地一层 不会啊 那波勒经讲 你只要有波勒知道缘起 你不发现到往哪里 你就一定会生到有佛国土 因为你这个智慧是跟佛相应的 你一定因为一阴一远嘛 相应你就会生到有佛国土 一定会生到有佛有法的地方 你不会 那如果没有你会生到 你会生到边地一层 不见佛不文法 好 你看 那你了解你好好去了解 你就知道缘起非常的重要 特别是比丘比丘你 出家的 在家的不一定求解脱 出家的 你即使要行菩萨道 也是要站在解脱道的基础上 你才可能行菩萨道 菩萨道就二道无菩提嘛 波勒道跟方便道啊 方便道就是度众生嘛 度众生要站在哪里 菩萨道的后面 你没有菩萨道你怎么度众生 菩萨道诸法必尽空 就是讲元起无我的 菩萨将入必尽空 绝诸细论 知道一切法无我 那么在这个前提下 菩萨将出必尽空 沿土受生 庄严国土成熟受生 才行方便道的 你都没有智慧 你要告诉人家什么 你要引导人家向哪里去 你菩萨道就是要让众生 接入无以涅槃而灭肚子嘛 这个是说菩提心嘛 若暖身若胎身若四身若化身若有瘦 若无瘦有想若无想 我接入无以涅槃而灭肚子 这个叫菩萨道啊 那问题好 那你怎么让众生得解脱 解脱需要支元起啊 问题是 你要教他解脱的人 你都不知道远起 你怎么要叫他解脱 你怎么要让众生得解脱 那你这个是行菩萨道吗 你就让他来拜佛念佛 做一些善事 这个叫做菩萨道 不是 不是 你误会菩萨道了 所以我们有时候对佛法不理解 产生很大的误会 以为在 以为在新圣佛教 没有 拜坏佛教 所以我们来看 把这个讲完就好了 所以世尊是现观元起而成佛的 就是佛为什么叫做佛 佛的智慧到底是什么 就是支元起 见元起 世尊于元起说法 弟子也就依元起得解脱 其实这个就是 所以在佛法中 元起是最普遍的法则 好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就是一定要跟大家强调 因为这个非常重要 那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 其实修行方式 绝对没有支元起 见元起 不管他 不管他什么元起 不元起 反正我就 观音法门 我就念观音菩萨 普门评 地藏法门 我就念地藏经 念念定月真言 那净土法门 我就念阿弥陀佛 送无量寿经 阿弥陀经 反正就是这样 不对 你要支元起 观音菩萨 地藏菩萨 阿弥陀佛 都是支元起的 所以你要跟他学 你一定要支元 你学 尤其是佛弟子 如果你是在家中 不一定 在家中 如果你是人天道 人天道不支元起 没关系 但支元起比较好 你只要五戒十三就好 那如果是解脱道 他一定要会 戒定会 那人天道 有戒有定就好 有戒有定就好 那但是你有会 比较不会起邪见 那招二业 那有会 这个会 就是解脱的会 其实就是 见缘起 知无我的会 那这个很重要 如果菩萨道 除了 除了你要有解脱的智慧 你还要有教别人 怎么得解脱的智慧 叫方便吗 这个有时候叫做 根本智 叫做后得智吗 后得智 就是让众生得解脱的 也是要依根本智 起后得智啊 那所以你不了解 依方便 依般若道 在起方便道的 所以 般若自在起方便智的 那这个字 我们要 就是说理解到 大圣佛法 他并不是说 不见缘起 他更重视缘起 所以般若经 般若波罗命 他更重视缘起 到底什么是无我 所以般若经 就是在抉择 无我的生意的 缘起圣生 就是无我生生 涅槃圣圣圣圣 副圣圣圣 就是依正无我 而得涅槃 因为你正无我 还不一定得涅槃 断身件而已嘛 你要把聚生我职 真正彻底的无我 那么你才能得涅槃 所以他圣圣复圣圣 那见缘起 可以说是 就是正出国 就是正出国 断身件 有因有缘世间期 有因有缘世间面 没有 没有长件 没有断件 没有意见 长断身面 有无意义来去 这些都没有了 两边 没有边界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 要好好 就是刚才跟大家讲的 大家 各位法师 那么都是法师 那么对这些 佛法的核心 一定要 就是佛法的核心 跟修行的关键 一定要掌握 那么自己修 要知道怎么修 如果你发大心 要教别人 也知道怎么教 这个才是真正的菩萨道 好 我们大家合掌 回向 愿以此功德 付及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臣佛道 拜拜 这就是要刘 众生 这柜 众生 众生 众生